2021年11月2日,大天使迈克尔来寻求我们的帮助,传导Vani Rodriguez,译者,扬声传导。 亲爱的医们,我是大天使迈克尔,我又来给大家带来好消息了。 现在是欢乐的时候了,现在是拥抱很多光的时候了,现在是实现的时候了,请放心,这一刻覆盖这个星球的光正在彻底清除所有已经播撒在这个星球的内部,表面和空气中的负面能量。 当我们喊到,光已经胜利了,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话语,这不是一句骄傲的话,这不是一个想我话语,这是胜利的话语,这是一个成就的话语,这是对已经发生的事情的理解的话语。 虽然有很多人,甚至是觉醒的人,仍然觉得一切都很混乱,他们看不到光在地球上的样子。 我告诉你们,光照亮了黑暗,光暴露了那些已经变暗了一万年的小角落。 在这个星球上,无论是在地表还是在它的内部,都不存在一个光还未到达的地方,中央太阳之光没有障碍,没有墙壁,没有钢板,没有岩石,没有水,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止它穿透。 这是一道非常高震动的光,如此充满能量,以至于盖亚需要保持它的内部最深处,这样它才不会摇晃,因为盖亚内部的东西也需要被驱逐,熄灭,而光正在这样做。 很快你们就会知道对你们的星球所做的一切,你们星球的表面和内部已经遭受了很多破坏,但是你们星球内部所做的一切,在它们假设的未来,这个星球会爆炸并在宇宙中制造混乱。 你们会知道这一切,你们不知道你们会知道什么,你们以为你们什么都知道,你们认为你们已经阅读,听到,看到了一切,然而你们连百分之一的真相都没有看到。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如此,如此,如此的坚持要求你们保护好自己,你们身边有我们,因为这影响将是深远的,没有任何觉醒可以阻止你们遭受即将到来的真相的痛苦。 无论你们准备好了没有,无论你们对我们的保护有多大信心,你们都会动摇,你们会受苦,我不会否认,你们会反抗,但正是因为你们在我们所有人形成的简里,这一切都会转瞬即逝,没有任何东西会回荡到整体。 因为如果是这样,这个星球的能量就不会保持在足够的水平,所以我们可以说你们需要我们,我们也需要你们,我们会说,你们将经历灵魂的另一个黑暗时刻,在那里真相将穿透你们的皮肤,你们的肉体,你们的意识,但你们将被光笼罩,被对我们每个人无条件的爱所笼罩, 在你们度过这一刻之后,你们将被净化,你们将回到平衡与和平的状态,但你们需要活在这一刻,你们需要哭泣,你们需要尖叫,你们需要踢腿和尖叫,对一切和每个人都尖叫。 但我们会在那里,在你们身边,因为你们需要感受这一切,你们需要把这种痛苦储存在你们身体的每一个细胞中,为什么呢? 这让你们永远不会忘记你们在这个空间所经历的,这样你们的灵魂就永远不会忘记它曾经是什么的一部分。 是的,这个星球上的每一个灵魂都是它的一部分,没有人可以否认。 所以让它记录在你们身体的每一个细胞中,作为一种深深的无法疗愈的痛苦,但这不会对你们造成伤害。 它只会作为记忆,痛苦的记忆,我甚至可以说在物理层面上的记忆是极其痛苦的,但这将是阻止你们在未来再次重复这一切的记忆, 因为你们每个人都不会为了去第五维度而死,所以你们的头脑会很活跃,记住你们在这个旅程中走过的每一个细节,每一步,所以我再次重申,我们需要你们,我们需要你们有我们在你们身边,这样我们才能形成这个简,而不是让你们的不平衡蔓延到整个星球。 你们需要我们,这样你们才能度过所有这些不平衡,但就像魔法一样,回到平衡和你们的意识,非常清楚自己的职责。 正如你们所说,我们在同一条船上,你们需要我们,我们也需要你们。 现在,要实现这一点,你们需要发自内心地信任我们每个人,听,一遍又一遍一遍地听,听萨难达的话,不要为了得救来到我们这里,来找我们是因为你们信任我们,来找我们是因为你们希望我们帮助你们渡过难关,帮助你们把这个宣泄到井底,但我们肯定会在那里把你们拉出来。 所以我的兄弟们,我对你们每一个人说,寻找你们的大师,用心去寻找,你们就会找到他们,把我做不到,我不配这样的想法从你们的脑海中抹去。 因为如果你们把这些话语放在你们的脑海里,你们就真的做不到。 所以我会说这些话语,我是光,我是一个强大的存在,我是一个平衡的存在,我是一个散发光并吸引光的存在。 我可以和我的大师联系了,做任何你们想做的事情来与他们建立联系。 我再次重申,我们需要你们,你们也需要我们,是时候让我们有效地建立我们一直以来建立的伙伴关系了。 我们来这里不仅仅是为了说漂亮话和较有趣的东西的,我们的使命是保护你们每一个人。 这是在你们周围创造一个简,里面会发生爆炸,但最终你们会成为一个新的存在,一个更开悟的存在,更有意识的存在。 否则,如果你们在这个简外爆炸,你们将成为整个星球上所有爆炸的人,因为他们不会接受真相,他们不会接受将要说的一切。 你们想属于哪个群体呢? 重复萨南达所说的话,不要为了拯救来找我们,因为那是想我的行为,寻找我们,因为你们想要我们的保护,你们想要我们像简一样围绕在你们身边,这样你们就可以在所有这些时刻紧张的生活。 正是因为我们在你们身边,我们才能帮助你们恢复平衡,你们可以肯定,你们会从这个整个过程中进化出来,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说,这些人实际上已经为第五维度做好了准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